所谓非接触经济,主要是指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推广服务,让人与人、人与物间不接触也可实现经济活动。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,韩国实施保持社交距离措施,随着疫情呈现长期化趋势,各领域经济活动逐步恢复,非接触产业站上风口。 近日,记者探访了首尔南部一家非接触咖啡厅,在咖啡厅内,店内无工作人员,设有多台自助咖啡机,类似自动贩卖机,只需根据提示操作,便可完成自助点单、冲泡和付款,并增设诸多酒精洗手液等消毒品。 在韩国某化妆品店的专会旁,新增了一面AR试妆镜,这面试妆镜不仅可以进行皮肤诊断,还可以让顾客通过镜子直接试用各种化妆品。 在展示柜旁,还新贴有QR二编码,只需扫一扫便可了解详情。 这样的情况下,市场变成更多的市场,市场变成更多的市场,这些市场变成更多感兴趣。 经济道政府宣布 未来两年将投入520亿韩元发展非接触服务产业 根据经济道提供数据 疫情发生前 该地区非接触产业消费额占服务业总额约35.5% 但近三个月来 该比例上升到45.3% 预计未来将增长到57% 日前 韩国总统文在寅宣布实施韩版新政规划 扶持数字化 绿色化产业 发展非接触经济 重点将加强人工智能 大数据 5G等领域建设 下车 短域建设 5G 45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